小片里面 控诉的还挺多 对 我跟他两个人 相处也两年左右了 但是跟他相处得越久 我觉得他这人性格上面 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他这个人特别强势 每次咱俩吵架 他就好像是 跟我在打仗一样 他一定要把我打败了 你觉得你强势吗 我觉得不是特别准确 反而我是觉得 他在一些生活中 一些小事情上 经常容易生气 经常容易发脾气 他说你强势 你说的小气呗 就这意思呗 对 你们能举个例子我听听吗 就有一次 咱俩一起去出去逛街 那到点该吃饭了吧 那结果吃饭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作为一个北方人 他特别喜欢吃面食 作为一个南方人 我其实不是特别 喜欢吃面食嘛 但是我还是陪他去了 去了以后 他看我没怎么吃 结果他就把脸 给搭拉下来了 他说你这人咋那么矫情呢 吃个饭还能吃出 那么多事来 不是 其实365天 我能挑出吃面的日子 也就是个灵头 那我说我想吃面了 他也没否认 咱吃就吃对吧 你吃到一半 你干嘛一下脸就变了 一副不开心 不愿意吃 又不想吃的样子对吧 吃个面你治愈 你吃你的吗 他不吃再换一地方 吃个其他的不得了吗 有情绪啊 谁对这样吃饭 你肯定也吃不下去的 还是吃得下去 所以我就说了两句 你是不饿 饿你五天你看看 我就说了两句 他就不开心了 那你说我这边 稍微有点小情绪 那你说我一个男生 你哄我一下不就得了吗 结果他非但没哄我 还一直在那儿 跟我讲道理讲道理 讲到最后 他说如果说一个人 他不爱吃面食 他就不是个正常人 这你说的吗 当时你说的吗 是我说的 那不就这么回事了吗 还怎么回事 但是有原因的 前段时间有回趟 我们老家 我们吃个包子啊饺子 其实都是家里 比较隆重的事情 因为它都是纯手工 那吃完了以后 他那天跟我说起来 他说你哎呀 在家这几天没吃好 你干嘛每天 都给我吃这些东西啊 我觉得我们家 是盛情款待 都已经在这样对你了 你回去还跟我这么说 不太好 所以我就当天 在吃这个面的时候 我就说了两句 他那边就 一对矫情 不就吃点东西吗 就这点事都忍不了 你们结婚不打死了 那主持人啊 除了这点事 其实还有别的事情 你看他说的话 是不是特别强势 你们俩好像都有点 但是啊 在家里面 他这人就是特别懒 只会说不去做 就举个例子吧 就那天我下班 差不多十点左右到家 闺门一看 家里客厅那边 地上大大小小的物件 都摆了好多 然后我们两个 一起养了一只猫嘛 那这猫掉毛 掉了整个屋子都是 然后我就进卧室一看 袜子呀 鞋子呀 一只东西之西 到处乱丢 然后我就去厨房一看 吃过晚饭的晚 一个个都瘫在那儿 乱七八糟的一团 这是咋回事 你下班那天 也不加班呀 是吧 其实当天回家 下班了以后 肯定也累 我躺在床上休息一下 玩个手机 本来我也不是说不做 我可能一会儿要去做 我说你放的 我一会儿做 但他不愿意 这个时候一直在那边生气 一直在那边说我 我肯定这边 也不是特别愿意 你像平常碗呀 地呀 猫啊 都在打理 平常这个事情我也在做 但好像我有一次没做 它就能记好久 主持人 我跟你讲得特别过分的 就那天到后来 我实在在那叨叨叨叨 他没办法了 他终于起来了 起来之后 你知道他咋干活的吗 他就在那儿 一手抱了一个手机 一手拿了一拖把 而且我一看 那拖把连水都没有沾湿 你说他在那装模 就要给谁看呢 我就说当时 我其实是希望他别生气 说实话每次都是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个 爱情中 反而比较是弱势一方 你又要求我干这个事情 我这个时候在床上 我又看到一个比较喜欢的视频 我又不想丢在这边的 我自己爱 希望有我自己的空间 我问你几点下班 六点多 七点这样的 如果没记错的话 姑娘说是晚上十点钟回家 也就是说你从进家到 有三个小时的时间 你什么都没干嘛 那天是这样的 我就说这种事情记住了一次 他就会一直拿这个说 主要我觉得他这人 就说话 做事 态度特别有问题 他总是觉得自己特别占脸 我听了半天好像是 你们俩都希望要找一个长短和对错 其实每次我在跟他说这个事情 我希望能争夺对错的原因是啥 我每次我发现 无论这个事情是什么原因 最终道歉的都是我 感觉我是弱势一方 那我 弱势弱势了呗 所以我就希望在跟他聊了这个时候 我也能知道 这个事情虽然是你错了 但是我最后跟你道歉了 这哪有什么对错呀 爱吃面和不爱吃面有对错吗 收拾早一点收拾晚一点有错吗 家里面凌乱和家里面干净 有什么错误和正确的标准答案吗 你们俩干嘛呢 谈两连接就干这事吗 我问你个问题啊 你觉得他亲还是手机亲 我觉得他亲 我觉得是手机亲 因为这姑娘没讲一件事的时候 都有一个核心道具 就是手机 但是主持人啊 他这人还特别小心眼 是这样呢 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跟我姑妹出去旅游了 她刚好没时间去 那我就跟我闺蜜去了 到那边之后我就跟她说 带点什么礼物回来给你 补偿一下你的遗憾 她说宝贝儿 你去那边玩的话 你心里面有我 我就很开心了 你不要给我买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买回来了 咱家也用不到 不要浪费那个钱了 我听她这么说 我还挺感动 我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 我就看她这脸色有点不大对 但是我当时也没有觉得什么 然后过了大概半年左右 就因为一点小事情吵架了 她就把这事拿出来说了 你想每年有这么多纪念日 每次我都有准备礼物 还需要这种浪费 也需要这种小的惊喜 那其实我觉得我也需要干嘛 为什么都你要求我有这样的 那我觉得你也要求 其实我也就那一次 后来是因为什么吵架了 然后我就讲了一下 但说完了人家就大晚上的 从那个家里面去 跑出去两个多小时 我又不知道去哪找 我在那个小区门口只能等着 她也没拿钥匙 那么冷我就在那边等着 我又担心又害怕 等两个多小时 然后她又在那边转回来了 我真的觉得没必要的 你说我愿意跑吧 那天也是冬天 我还穿了睡衣 我就往外跑 为啥呢 因为那一天 你就因为这一点小事 一直跟我讲道理 一直跟我讲道理 咄咄逼人 气势非常强 就感觉就是要把我 往那个死角逼 那我没办法 我不想跟你在一屋子里待了 我真的是心里特别委屈 特别难过 那我只能出去了 我现在都被你试图了 我突然进去